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意大利封国的消息 意大利政府在3月9日晚间就下令封国 这个时间持续到4月3日 意大利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 除了中国之外 那么意大利目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达到了9172例 死亡的病例累计达到463例 而这次意大利封国的消息 其实和之前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伦巴蒂大区 和其他14个省的隔离措施比较类似 主要是限制旅行和禁止公众聚会 这公众聚会包括关闭电影院 剧院 健身房 舞厅 酒吧 包括一些丧礼 还有就是婚礼 以及其他的体育赛事 还有就是所有的学校和大学将关闭到4月3日 意大利总理孔特说 意大利全国有6000万人口 除了工作和紧急情况之外 不应该外出旅行 但是意大利这个封闭还是比较宽松的 它是以公民自律为基础 如果你真的需要外出的话 可以在意大利的卫生部网站下载一份自主授权书 填写自己是因为工作 探亲 就医 还是返家 等等这些理由而需要出入城市 如果你填了这个表格之后 拿着它 遇到警察排问的时候 只要出具这份授权书就可以过关了 意大利的商店还可以营业 但是需要遵守人和人之间维持一米距离的规定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小商店就必须要关闭了 大型的购物中心市场在假日期间要进行关闭 商店要限制入店的人数 避免拥挤等等 很多人看了意大利的封国之后 又想到了中国式的封城 湖北封城从二月份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有的地方为了不让居民外出发生强行封小区 封户的现象 在疫情发生40多天之后 3月10日 习近平终于来到武汉进行视察 但是发现有小区居民拉着我们要吃肉的横幅出来 有人发推文说 这是习近平要视察的东湖庭院小区 当地的居民透露 说习近平去之前 武汉东湖这边的居民发了肉 而其他地方没有 居民拉横幅就是让他来看看的 还有之前发生过孙春兰视察的时候 居民喊出这一切都是假的这样的消息 这一次当习近平来视察的时候 就派驻了每家每户两名代表来防止居民再喊口号 武汉市政府在二月份宣布 说所有的住宅改为完全封闭小区 禁止任何市民出门 同时原本每户每星期可以外出购买必需品的规定 也已经取消 一些大众超市和商业门店只接受团购的顾客 不再对个人销售生活物资 有网民表示 说团购套餐价格太贵了 几块鸡肉就要200块钱 真是明强啊 也有人说 现在武汉物价太贵了 蔬菜随随便便就要上百 想买肉就是要500往上走 水果也在蹭蹭蹭的往上涨价 不少外界人纷纷向武汉来捐献蔬菜 但是却被网民发现很多都被当局销毁 一些新鲜的蔬菜甚至肉类都被倒入垃圾桶 有的直接填埋 外界质疑说为什么别人都吃不上菜 但是却把捐赠来的菜都倒掉呢 当地一名志愿者王先生接受亚洲自由电台采访时说 国难财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官方要保障国有集体等超市供给充足 如果这些免费的物资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那老百姓不去买东西了 不是冲击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吗 武汉封城以来发生了不少居民自杀的事件 3月3日网上爆料 武汉汉阳黄金口小区 又有一对老人因为封城被困到 他们也没有什么微信没有吃的 于是携手跳楼自杀 目前疫情在国际蔓延 但是作为疫情的发源地 中国却有很多地区依然零增长 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不同的体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中共对待疫情的方式就是 第一步先封住国内人的嘴 比如说像射杀李文亮等等这些吹哨人 如果你说了真话就被抓走 利用权力来封杀疫情 第二步就是对疫区实行半军管完全的封锁 疫区内死了多少人 疫情如何 全由党说了算 任何声音都是谣言 会以各种罪名进行抓捕 第三步会开动宣传机器 国内国外进行洗地 媒体都信党 党指向哪里就指向哪里 不管武汉人亲眼看到多少灭门的悲剧 也不管视频上发了多少 被丢弃在街边等待处理的尸体 也不管其他的各省殡葬队支持武汉 帮忙处理尸体 但是武汉的死亡数字也就那么3000左右 甚至各地出现零增长 第四步使用多年投资养成的有华人是唐赛德 利用唐赛德世卫组织总干事长的身份 在国际社会不厌其烦的为中共洗白 经过唐赛德颠倒黑白的粉饰 中共从疫情发展国成了抗疫的第一国 目前疫情在国际蔓延 最严重的是意大利 韩国 伊朗等国 那么外界对意大利爆发如此严重的疫情感到非常惊讶 分析认为去年三月底 意大利和中共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 称为G7 因为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组织之一 意大利成为这七个国家当中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搭上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 有网友就跟帖说 真是如愿以偿了 终于和共匪成为共同体 也有网友嘲讽说 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 这个意是指瘟疫的意 评论人士张天亮认为 中共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是想把世界人都绑在中共的列车上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有一个共性 就是亲共的国家和地区 这个疫情就特别严重 比如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之后 和西方国家渐行渐远 美国政府和欧盟担心 意大利已经把自己变成了特罗伊木马 让中共的经济扩张 可能还有军事和政治的扩张 得以进入欧洲各国 目前意大利已经和中国74个城市 结成了友好城市 包括这次最早封城的 意大利北部重镇米兰 它和上海就结成了友好城市 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苏州结成了友好城市 3月7日 意大利拉奇奥大区的主席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拉奇奥大区的主席金加蒂 他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负责人 同时拉奇奥大区的罗马和北京结成了友好城市 3月8日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的主席西里奥 也确认感染武汉肺炎 皮里蒙特大区和四川结成了省级友好城市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为什么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和地区 都感染疫情特别严重呢 好了 感谢收看今日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